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红狐狸传媒 我是Chloe 你知道世界上有哪些最小的国家吗? 我猜你一定会跟我说是梵蒂冈吧? 其实呢 还有很多好小好小的国家 比如其中一个 只要你肯花钱 就可以体验当这个国家的主人 最奇葩的是 他的监狱里没有预警 钥匙都是由犯人来自行保管的 是不是很生气呢? 还有一个小岛 竟然进行了67字的核子弹事报 这些最小国家 有的可能只需要花几个小时 就可以走遍全国 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 国家小就一定很落后 虽然有些真的连红绿灯都没有 但其实他们都是拥有着 非常完善的国家体制 甚至呢 也有很多历史的经典 还有一些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今天就和我一起 从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1年的数据当中 去探索世界十个最小的国家吧 如果你没订阅我的话 记得的话 下面的周围时间按下面的订阅 小铃铛咯 1 2 3 OK 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 这些国家到底有多小呢? 我就先科普一下 比如新加坡的国土面积 是728平方公里 那马来西亚呢 槟城岛屿啊 是293平方公里 Lankavi则是478平方公里 记住哦 因为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这些国家到底有多小 排名世界最小第十个国家 是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岛国 有地中海心脏之称的马尔他 马尔他是由三个主要的岛屿组成 这三个岛屿的面积 加起来只有316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有44万 那马尔他的经济呢 是以服务业还有金融业为主 旅游业则是它主要的外汇来源 马尔他社会保障体系啊 也是比较完善的 比如有免费的教育 医疗还有退休保险制 那马尔他呢 有很多保存完好 而且非常有历史感的美丽建筑 还有很多丰富的海域资源 所以也被誉为欧洲后花园 排名在第九的是 非常多人都向往去旅游度假的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由1200多个 小珊瑚岛屿组成的 其中却只有202个岛屿是有人居住的 其国土面积总约为300平方公里 约有54万人口左右 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啊 都居住在首都马内 无可否认四面环海的马尔代夫 是世界上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所以他的渔业还有旅游业 就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那你知道吗 他也是世界上地质最低的国家之一 八成的国土都不高于低米 因为全球暖化海面上升越来越快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马尔代夫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说几十年 五十年或者一百年都有 有去过的朋友 赶快留言分享你的体验吧 还没去过的朋友 赶快攒钱去旅游吧 接下来排在第八名的也是一个岛屿国家 圣基自和尼韦斯 总面积为261平方公里 约有五万三千人左右 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岛屿均为火山岛 岛上中部丛林密布 而大部分的人都居住在沿海地区 这个国家是西半球面积和人口最小的主权国家 主要收入来自于旅游业、农业、还有青工业 其著名的景点有 威尔斯王子城堡、硫磺十三要塞国家公园 还有海国风光等等 有着南太平洋上的黑珍珠之称的马绍尔群岛 在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排名第七 位于太平洋中部 国土面积181平方公里 总共由1225个大小岛屿组成 大约有五万九千人口 主要出口冷冻鱼、野油、野饼、还有手工艺品 话说当年1946年到1958年间 美国建立太平洋试验场 在马萨尔群岛进行了67次的核子弹试爆的试验 据说为了研究核弹的威力和影响 美国人将一些废弃的军舰放在爆炸范围内 而且军舰上还有活的动物 更过分的是 他们还故意让当地的居民暴露在核辐射的环境下 就是为了研究辐射对人体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马萨尔群岛最终也在1986年才与美国签订自由联合条约 宣布独立 排名在世界最小国家的第六名是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两国间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的国家 列兹敦斯登 国土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 约有38000人口 虽然国土很小人也少 但是他们的人均GDP却很高 非常有趣的是 列兹敦斯登的政府大楼只有三层 首相府在顶楼二楼是法院 而最底层是关押犯人的监狱 因为犯罪率几地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罪犯 监狱里关押的犯人 一般都不会超过10个人 都是来面壁思过的 最奇葩的是他们的监狱里也没有预警 钥匙也是由犯人自行保管 是不是很神奇呢 更有趣的是 这个国家还对外出租哦 只要花大约54000美元 你就可以体验当国家的主人了 你会在临时会议仪式上 得到一个象征性的钥匙 然后就可以使用土地 坐马车游街 到王子的四人酒窖品尝美酒 更夸张的是可以调用当地警察 但是当地的治安很好 所以呢 警察也是为你提供旅游资讯的啦 而且呢 你还可以带你的亲朋戚友 最多150人 来见证你打下的江山哦 想要了解更多细节的朋友 就自己去查询吧 排名在地图的是被意大利包围的 国中国圣马利诺 国土面积只有61平方公里 约有34000人口 圣马利诺是现存最古老的主权国家之一 已经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旅游业还有油票发行是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而且圣马利诺境内没有机场 入境需要从意大利进入 有趣的是因为它的国土太少了 所以呢 道路设计啊 只有环形道还有单行道两种 车子开到底就不能回头 所以也没有红绿灯 排名第四的是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12000的图瓦炉 图瓦炉又名西湖群岛 位于南太平洋 由9个环形珊瑚群岛来组成的火山群岛 图瓦炉经济不发达 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还有农业 主要是靠出口椰干 发行油票 还有补鱼卫生 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也是全世界最少旅客到访的国家之一 可和马尔大夫一样 因为地势极低 再加上持续上升的气温和海平面 对图瓦炉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这个国家面临着被海水淹没的危险 所以在2001年 图瓦炉的领导人就已经宣布 要举国搬迁到新西兰 但是呢 现在都没有确切搬迁的消息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排名第三的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 脑乳 国土面积约为21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1万左右 有天堂岛支撑的脑乳虽然不大 但是人民在岛上生活的历史却有千年之久 有趣的是千万年来数不清的海鸟到岛上栖息 留下了大量的鸟粪 多年累积的鸟粪也起了化学变化 变成了一层厚达10米的优质肥料 也就是所谓的磷酸盐矿 不过近几年来 随着磷酸盐储量的枯竭和采矿 带来的环境恶化 导致脑乳的失业率极高 加上管理全岛财富基金的减值 脑乳政府开始用一些不寻常的手段来获取收入 因此呢 曾一度成为避随天堂和洗钱中心 排名世界最小国家第二名就是莫纳哥 全境北西东三面皆由法国包围 莫纳哥也是世界上人口密集最大的国家 因为国土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的它 却有39000人口左右 莫纳哥是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发达 国民主要从事留业、银行、保险、邮票、博彩还有赌场等等 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了 而且这个国家不向人民征税 所以也就有了避随天堂的称号 终于来到了世界最最最最最最最小的国家 相信大家也知道是哪一个国家了吧 那就是面积仅有一平方公里 而人口有800人的梵蒂冈啦 梵蒂冈是个典型的城中之国 领土包括圣彼的大教堂、西斯岩教堂 占地23一谋中世纪的花园 还有其他的建筑还有博物感 它的国界是以梵蒂冈古城墙为标志 千万别小看这个国家哦 极小的它竟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是以教皇为首的教廷的所在地 也是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 将近13亿天主教徒的精神中心 每一年这个地方都吸引着 上百万的游客前来观光参观 那梵蒂冈既没有工农业 也没有自然资源 那国民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由意大利来供给 梵蒂冈主要的收入就是靠旅游业、 有票还有不动产、出租等等 好啦 吃完了这么多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我呢 现在就想要快点存钱 赶快去马尔代夫 还有马尔他等等美丽的国家去旅游 然后呢 还想要租下列治敦寺的一天 来体验一下当国王的感觉 好啦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尾声了 不知道有哪一些 你们特别特别想去的小国家呢? 或者你曾经又到过哪一些小小国家? 赶快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别忘记按订按钮 以及小铃铛哦 红不利频道 一起和你从松佛中学习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